大家好,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修这个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确定是电源芯片OB2530AP坏了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OB2530AP和OB2530TCP 它的引脚不一样 OB2530AP这两个脚也就是七八脚是D 五六脚是接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也就是接300伏的内部功率管的漏级 而OB2530TCP它是五六七八脚 全是接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也就是内部功率管的漏级 所以说如果一不注意买错了 那么就有点麻烦了 开关密压器坏了 我们也给它更换一个 然后呢,这下边有两个线流电阻已经烧毁了 它是1.2O的 没有 我们给它换成1O的 看看是否能够用 它是两个并联 好,下面我们就给它上上 我们可以用两把电烙铁给电阻两端同时加热 当电阻焊锡融化的时候 就拿下来了 这个同样的 好 然后我们再用电烙铁给电阻的两端度上锡 贴片电阻的两端 新电阻非常的好度锡 这个也同样度上锡 度完锡 我们可以用电烙铁给它焊上也行 把它的一个引脚线焊住 位置摆正 好 再把这端给它焊上 这样焊的有点不好看 我们可以用两把电烙铁给它焊上 电阻焊完了 而且周围的元件也都确定完好了 我们把开关密压器给它焊上 好 接下来我们把OB2530给它焊上 脚位一定要放对 好 焊完了 我们先把它的输出滤波电容和输出的二级管给它卸下来 然后我们通电试一下 看它输出是否正常 因为我们这个变压器是后患的 万一不匹配输出电压过高 或者是有意外的话 就容易损坏后边的电路 我们把它断开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已把电容和二级管断开了 我们插电测量一下它的输出 没有输出电压 什么原因呢 我们测一下300V 检查之前需要把这个滤波电容上的电放掉 不然的话 容易烧表 我们看 经仔细查找 发现断了一处 两处 三处 这个位置也已经不行了 所以说我们给它连线 从这 连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这个位置连上 因为这里边有过桥线 也就是 穿孔线 然后再连到电容上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给它焊完了 我加了一根粗的筒线 毕竟是功率电路 好 我们测量一下 插电 我们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 标准的12伏 这样就修好了 我们把它复原 好 到这里我们就完全修好了 我们插电 后边的绿灯亮了 我们看它输出的电压是 83伏 很显然它是一个72伏电池的充电器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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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